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得从容清澈起来 花儿谢了也不必唏嘘 还有果实呢 这是汪国珍《人到中年》里的一句话 讲人到中年后生活相较于青年期的改变 简单而言是一个尽可攻退可守的年纪 很多人因此而放慢脚步 开始享受生活 但也有人以此为契机 开创更耀眼的旅程 比起青年时期需要恋爱 结婚 生子 忙工作 创事业 中年人生活节奏的确开始放缓 但后半生如何能够活得更好 就与中年最后一项大业 禁欲息息相关 一 中年人的油腻从纵欲开始 最近因综艺追光把哥哥的热播 中年油腻的话题又被顶上了热搜 网友们纷纷感叹 人到中年似乎都难逃油腻的命运 甚至还总结出了中年油腻的三大特征 一是形象油腻 大腹翩翩 身体走样 不修蝙蝠 二是言语油腻 爱耍嘴皮子 甚至跑些昏段子 三是行为油腻 二维人师爱说教 喜欢 不懂装懂 有人说这是对中年人赤裸裸的歧视 但其实油腻和年纪并没有关系 中年人的油腻是从纵欲开始的 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人 嘴上说要戒掉熬夜 可睡前却又忍不住拿起手机 每晚都抱着悔恨的心情入睡 第二天却又重蹈覆辙 嘴上说这身体最重要 可朋友一邀约就忍不住大吃大喝 把养生健身都抛住脑后 常高呼着要活到老学到老 但还是大把的时间都耗在了电子屏幕上 克制不住自己欲望的人 人生就像是一段不断打脸的旅程 油腻从不是因为年纪渐长 而是因为对欲望的放纵和对自我的妥协 那些你度过的光阴 放纵过的痕迹 才让人变成了所谓的油腻 想起之前 胡冰50岁的消息上了热搜 照片中的他风采依旧 穿上20年前定制的西装依旧合体 网友惊呼岁月无痕 年纪非但没让他变得油腻 反倒是更添了成熟的魅力 他曾在采访中说 不管拍戏到多晚都会坚持健身 就算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健身房 也要在地上坐上几百个伏地挺身 他本身是易胖体质 只是从不放纵自己胡吃海塞 多年如一日地保持着规律的饮食习惯 看过一句扎心的话 人到中年 你的形象基本就是靠禁欲来支撑了 岁月总不会对任何人手下留情 你有多自律 就有多少魅力 人到中年 能够抵御住油腻的 唯有禁欲 二 被欲望操纵的人生是一场灾难 道圣和夫说 欲望本身不是罪恶 凭借欲望无节制的为所欲为 才是罪恶 美美就是因为她不加节制的欲望 最终酿成了大祸 美美在保险公司上班 为人亲和 同事和客户都很喜欢她 她也没什么不良嗜好 唯独喜欢网购 起初只是买些日常用品 可到后来 每天都有七八个包裹 不是因为她需要而买 而是购物上瘾 身边的朋友都劝她 不能再这样下去 她也几次三番卸载了购物APP 但隔天 却又忍不住再装了回去 她的工资根本不足以支撑 她的购物欲望 信用卡账单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为了还款 她挪用了客户的保费 可没多久 就被公司发现了 不仅要和她解除了劳务合同 还要追究她的法律责任 她走投无路 只能向父母求助 家中也本就不宽裕 父母为了给她还债 四处求人 母亲更是因为操劳过度 而进了医院 放纵一时爽 事后火葬场 妹妹不止丢了工作 还让年连的父母 伤透了心 连累家中也背上了债务 纵欲的可怕在于 她总能粉饰表面的太平 不会让人感受到危机的来临 但一旦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大厦就会在倾客间崩塌 在这个快节奏 高压力的时代里 太多人习惯放纵自己的欲望 南京的58岁女子 因暴饮暴食 导致未必破损 最后切除了权位 四川的王某 因妻子沉迷网购 欠下巨款 试图轻生 武汉41岁的宋某 因熬夜玩手机 险遭夺命 近年来 这类的新闻屡见不鲜 可就像紫薇格说的 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你熬过的夜 借过的款 都被记录在册 你所有放纵过的欲望 最终都要由你自己买单 三 人生的下半场 越克制越高级 最近看了一段 张子怡的采访视频 让人印象深刻 主持人问她 关于之前的那个 泡面只吃四口的热搜 这样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她却说 能吃到 就已经觉得很知足了 正因为懂知足 才更容易收获幸福 正因为懂得克制 才不会让人生失去控制 那些活到极致的人 靠的都是克制 近期热播的 令人心动的 Offer 2中 何炯透露她在疫情期间 每天都把自己安排得很忙 学做菜 健身 看书 画画 甚至还学会了五种乐器 疫情期间 无数人闲得发慌 可何久 却活成了一束光 人生的每一步 都是由自己走出 岁月会铭记你 所有的付出和努力 也不会忘记你的 每一次懈怠和纵欲 借掉那些短期的快乐 学会延迟满足 把时间和精力 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才能在未来的某天里 活出光芒万丈 人到中年 有时候日子真的很难 局目似望 周遭都是要依靠你的人 而你却无之可依 肩上是如山的重担 有太多的情绪 无处安放 但请一定别放纵欲望 一步踏错 终身错 那些如引咎止可般的 短期快感 只会让你的人生 难以收场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是年少时的轻狂 中年人的勇敢 是把责任扛在肩上 因为克制的背后 是当断责断的智慧 是对家庭的责任感 更是一种 言于律己的格局观 人生的下半场 你对欲望的分寸感 关乎着你生活的质感 四 禁欲 是中年人最顶级的性感 人在世上走 谁都会有欲望 可欲望像是把双刃剑 用对了 能助你一臂之力 用错了 也能把你送入地狱 唯有掌控住欲望 才能掌控住人生 禁欲 才是中年人最顶级的性感 不纵口腹之欲 才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不纵懒惰之欲 才能不断地充实自己 不纵全色之欲 才能让家庭事业顺遂如意 很喜欢那句话 活到极致是克制 所谓的最好 不过是刚刚好 余生 愿你我都能懂得克制 活出极致 管理好自己的欲望 把日子过得更有质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会员朋友 夏合天 MIA黄 吴玉霞 王子芳 戴宇 Cyo E NG惠敏 君君 周美美 Clara Yip 书音 李建安 天应数位文书处理中心 林建真 Ondenny Jolene Hong 韩韵 Shul 林建真对每篇的支持 欢迎留言 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也能和小悠 私信交流啊 期待与你相遇 这一段时间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